我们来看今天商报头条 6月29号第31届印尼家庭日庆祝活动 在中爪哇省的三宝龙市攀查希拉广场举行 主题为优秀家庭迈向黄金印尼愿景 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局以及家庭付权和福利小组约1.5万人参与 此次活动旨在共同打造健康和兴旺的家庭 让生长迟缓干涉的预计划能够得以顺利开展 另外为了表彰五位对国家和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士 人文发展统筹部长穆哈吉尔代表左国会总统 向南邦县长南南邦家庭付权和福利小组主席 西松巴哇县长旺家西市长东爪哇省八支单县 师范教育学院的院长分别授予了荣誉奖章 艾芬迪说爱是家庭的基石 没有爱和关怀就不可能建立起坚固的家庭 女性在社会中扮演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此要对女童身体健康给予更多的关注 补充足够的钙片以免将来影响生育 那么关于加速降低生长发育迟缓 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局长哈斯托表示 必须要继续尊询国家战略 同步干预来加速降低生长发育迟缓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 也有些计划来 有点钢子就能化 您取得阳 怎么ỹ及 最终